你受伤那么久 现在的武功一定打不过我 我不想白占你便宜 我有办法了 说 什么办法 先让爹爹和靳哥哥过招 看在第几招上胜过靳哥哥 再让师父跟靳哥哥过招 如果爹爹用了九十九招 师父用了一百招 那就是爹爹赢 如果师父用了九十八招 那就是师父赢 这百八招 这天底下只有你闺女 能想出这招来 好 就这么办 来吧 你用不用兵器 不用 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呢 如果两位老前辈 在三百招之内 都没有赢过靳哥哥 那该怎么办 那就算这个臭小子天下第一 哈哈哈哈 哎呀呀呀呀 耀兄啊 开始我一直以为这丫头是一心想着她爹赢 现在我才明白 她胳膊就是朝外拐 原来是为了让这傻小子夺得天下第一的名号 嗯 同儿 同儿 我送你 我送你 快把人们都放下来 那你 我送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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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儿的功夫长进不少了 七十二 七十三 九十三 九十四 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 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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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275 276 277 277 三百 爹 你不要再打了 净哥哥赢了 师父 得罪了 你竟然扛得住我苦修十余年的奇门五传 小子 不错 不错